大家好,我是Hawaii 每年YouTube都會在他們的官方頻道Spotlight上面發表一個 當年度的rewind,就是回顧的意思喔 那今天是我們2019年的尾聲喔 很快我們就要跨到希望是美好的2020年 所以呢我也列出台灣2019年的各種在新聞上面算是比較受到矚目的事情喔 組成了今天這個2019台灣rewind 那我們開始吧 首先是1月1日 台灣正式開始實施大型參與業者 禁止在內用的時候提供塑膠吸管 算是在簡座的道路上面又賣金了一大波喔 1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先生 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發表紀念會上面呢 提出了立促兩岸統一的談話 而我們的蔡總統則回應了 絕不接受九二公式 絕不接受一國兩制 1月6日 民主進步黨進行黨主席補選投票 1月9日 卓榮泰先生當選了民主進步黨黨主席 1月21日 以在台灣百月山頂上面穿著比基尼和風景合影文明的 台灣女性登山客 吳濟雲失事 1月28日 長期致力於花蓮偏鄉教育的教師謝明顯失事 2月8日 中華航空機師罷工事件開始 2月14日 就是情人節那天 中華航空讓步 於是機師罷工事件落幕 2月17日 來台灣旅遊的香港旅客陳同佳 殺害了女友潘小穎 並且棄施公園 引發了港府修訂逃犯條例事件 以及後續的香港公眾抗爭行動 3月8日 弱色醫院創辦人必要遠逝世 3月16日 新北市彰化縣 台南市金門縣立委不選 3月31日 中華人民解放軍空軍的兩架殲-11戰鬥機 越過台灣海峽中線上空 並且進入了台灣的西南面空域飛行 是21世紀以來最嚴重的 越過台灣海峽中線的行為 4月3日 羅東博愛醫院創辦人許文正逝世 4月6日 音樂製作人陳志漢的逝世 4月15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飛機 能繞台灣島巡航 大幅提高了兩岸緊張關係 4月23日 高雄市長韓國瑜發表了5點聲明 表示現行的國民黨初選制度 他無法參加 4月29日 知名武術家蘇豫章逝世 5月7日 美國眾議院通過了 2019年台灣保證法案 以及重新確認美國對台 及對執行台灣關係法之承諾 決議案 5月7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增定 中華民國刑法第115之1條 強調了外患罪對於大陸 香港 澳門人士也適用 5月13日 韓市長在關鍵時刻節目當中 正式表態參選2020總統大選 5月15日 張元池、呂中漢、詹巧瑜 在尼泊爾成功登頂馬卡魯峰 創下台灣登山課第一次記錄 5月17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制定 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刑法 5月23日 皇冠文化集團創辦人 平心濤逝世 5月24日 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刑法 正式實施 讓台灣成為亞洲同志婚姻法治化的 首例 5月25日 黑太陽731導演蒙敦費逝世 5月27日 108年 軍民聯合防空萬安第42號演習 正式開始 6月1日 美國空軍官校畢業典禮上面 美國總統川普在和畢業生合照的時候 我們國家的國旗就在舞台旁邊 而且拍得清清楚楚喔 國軍畢業生呢 甚至在借到台灣的時候呢 起立大力揮舞國旗喔 6月1日 台北凱達格蘭大道舉行決戰2020 贏回台灣的造勢大會 韓市長出席表示願意為了中華民國而分身碎骨 6月3日 藝人賀一航逝世 6月4日 蔡英文總統在臉書發表談話 並且放上了 勿忘六四的插話 6月9日 藝人馬如龍逝世 6月10日 阿諾哈客運一輛大客車 在中山高彰化路段翻落邊坡 造成3人死亡11人輕重傷 6月13日 民進黨總統初選民調出爐 蔡英文總統以35.6% 贏過賴前院長的27.4% 獲得民進黨提名 2020總統大選的提名資格 6月17日 蔡政府修公投法三讀通過 2020年以後 公投不再綁總統大選 2021年開始 公投與大選完全脫鉤 也就是未來 會是一年大選 一年公投 一年大選 一年公投 一年大選 一年公投 台灣海選票投得夠多嗎 6月18日 歌手江明學逝世 6月19日 立法院通過 國家安全法部分修正案 6月20日 長榮航空空服員罷工事件開始 6月23日 時代力量立委 黃國昌 與館長陳志漢 號召舉辦了 623反親中媒體大遊行 6月25日 弗爾摩沙衛星7號尾由 SpaceX發射成功升空 6月27日 美國參議院通過了 2020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 6月29日 第三十屆流行金曲獎頒獎典禮 7月1日 雙北的公車收費模式改成上下車都要刷卡 使我們的交通運輸正式進入巨量資料的時代 7月3日 台鐵發生了刺警命案 7月3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 7月4日 刺警命案當中的鐵路警察局警員李承翰不幸逝世 7月4日 台東孩子的書屋創辦人陳俊朗逝世 7月5日 2019 拿破裏式大運當中 李志凱、唐嘉鴻以及徐炳謙 在體操團體項目中獲得銀牌 7月6日 長榮航空和工會達成共識 空服員罷工事件落幕 7月7日 中華職棒中信兄弟彭正銘完成個人中職生涯2000安里程碑 7月7日 行政院長蘇貞昌摔筆影片事件爆發 7月7日 拿破裏式大運當中 王新浩在游泳200公尺混合式項目中奪得銅牌 李志凱在競技體操鞍馬項目當中得到金牌 唐嘉鴻在競技體操單槓項目當中獲得金牌 7月9日 開山里登革熱疫情警示通知震驚全台 7月9日 美國國務院宣布批准M1A2T愛布蘭戰車 以及可西市次針防空飛彈的對台軍售案 7月11日 蔡總統展開加勒比海友邦訪問的自由民主永續之旅 7月12日 蔡總統抵達甘乃迪國際機場 並且出席與友邦駐聯合國常任代表的歡迎酒會 創下了我國總統在台灣的駐美館處進行公開活動的首例 7月12日 武漢大學剛錄取的施納台籍交換研究社柯全耀 遭到大陸網友舉報曾經多次在臉書發表今日台獨的言論 後來柯全耀就放棄了去五大集會 7月15日 2019拿布里世大運閉幕 台灣累計拿下了酒精十三銀十銅的好成績 7月15日 國民黨總統初選民調出爐 韓國瑜市長以44.8%贏過郭台銘董事長的27.7% 獲得國民黨提名2020年總統大選提名資格 7月27日 雲門五級藝術總監林懷銘老師 在退休前最後一次率團做戶外公演 7月3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公告 因應2020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考量 自8月1日起暫停民眾赴台灣個人郵 通行證也全面暫停核發 8月7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電影局 宣布暫停電影和人員參加 第56屆金馬獎頒獎典禮 8月8日 宜蘭縣外海 發生瑞士規模6.2級地震 間接造成一人死亡 8月10日 第30屆傳譯金曲獎頒獎典禮 8月15日 美國總統川普及國務院 批准66架F-16V戰準戰鬥機的對台軍售案 8月17日 台灣門諾醫院創辦人柏柔蘭世事 8月17日 曾經為台灣十大槍擊要犯的薛球病逝於獄中 8月20日 台灣設計師江夢之在樹林車站發表 國立集集美術館的列車視覺設計成果 8月23日 資法院大法官會議針對 反年經濟改革團體提出的 軍公教年改釋憲案 發布釋字第781、782、783號解釋 8月24日 台灣最年長的Youtuber 快樂罵劉張秀事事 8月26日 台灣設計師江夢之的石虎設計 被網友發現了 是俄羅斯插畫家卡加莫洛錯娃繪製的花豹 江夢之強調是經過合法的商用圖庫取得的 但是先前高調批評其他使用模板的設計師的態度 引發了各界反彈 8月29日 經濟學人資訊社公布2019年全球安全城市報告 台北在數位安全、基礎建設安全、醫療安全以及個人安全等 類別綜合評比排第22名 9月16日 所羅門群島決定斷絕與中華民國現有的外交關係 9月16日 台灣配音員講賭會試試 9月20日 吉里巴斯共和國決定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 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復交 9月28日 第54屆廣播金鐘獎頒獎典禮 10月1日 宜蘭南方澳跨海大橋 在上午9點30分發生橋斷裂事件 10月5日 第54屆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 10月14日 勞動部針對餐飲外送業者實施勞檢 認定外送業者與外送員屬於雇佣關係 10月26日 台北同志遊行於台北市舉行 參與超過20萬人 10月29日 F16V採購特別條款三讀通過 10月30日 美國聯邦參議院一致通過 支持台灣國際參與的台北法案 11月12日 為在苗栗縣竹南鎮的台灣 首座商業海洋風電離岸風場啟用 預計於年底商轉 11月13日 知名YouTuber光頭哥哥陳俊傑逝世 11月13日 宋楚怡先生宣布參選2020年總統大選 是他的第五次參加總統大選 11月15日 台灣小兒麻畢之父畢嘉世世世 11月19日 桂冠出版社負責人賴阿勝世世 11月22日 經濟部宣布補償蘭嶼達悟族人25.5億元 以彌補政府位高之及核訂新建核廢料存儲場所造成的傷害 11月23日 一名向澳洲政府偷誠並且尋求政治併護的中國間諜王立強 宣稱中共政府介入2018以及2020年台灣大選 11月23日 第56屆金馬獎頒獎典禮 返校以及陽光普照同樣獲得五項正式獎項 並列最大贏家 11月27日 藝人高以翔逝世 12月1日 台灣兒科天使醫生葉勝雄逝世 12月4日 兒福聯盟召開記者會 針對致產爭議提出4點證明 12月5日 台北地權署檢察官偵辦108年度 偵自第10242號、第19151號 被告楊慧如等妨礙公務案 12月9日 薩奇藍牙與維基百科正式上線 12月12日 遠東航空發言人發表聲明 因為長期營運虧損 自13日起 停止一切飛航營運 12月13日 遠東航空董事長張維剛表示 遠航停飛屬於誤會一場 將會持續營運 12月21日 高雄市區同時舉辦 挺韓的高雄光榮遊行 以及霸函的光復高雄遊行 以上就是台灣2019年的年度回顧 不知道大家對於2019年快要結束了 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歡迎在這邊留言分享 再過幾天就是台灣總統大選了 希望大家無論如何選擇 都請你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並且尊重別人的選擇 這是我們作為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的公民應該要有的太多喔 最後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點喜歡 分享 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訂閱以及小鈴鐺喔 就是愛哈拉 2019年的最後一集 謝謝大家 我們明年見 掰掰